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天堂人间 我的爱与你们同在 说这句话的姑娘 名叫王月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已是胃癌晚期 两个月没吃一口东西 全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生命进入倒计时 她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为自己办一场生前告别会 那天 会场摆满了鲜花 王月穿戴得比新娘还要漂亮 脸上挂满了笑容 像是和她丈夫王亮举办婚礼的感觉 主持人是她的发小 在座的都是王月最好的朋友 告别如此有仪式感 不过是想给黑暗的生活加点色彩 用力去活下去 给身边的亲人多点美好的回忆 会场里 朋友上台讲述自己和王月难忘的过往 眼里藏着止不住的泪水 见朋友落泪 王月幽默地用东北话调侃 给我憋回去 她笑着与到场的亲人朋友分享自己精彩的一生 她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遗憾 一句给我憋回去 是一个女孩生活的姿态 即便生命走向终点 也是微笑面对 为了活跃气氛 王月还给每一个前来的朋友发了一个小奖券 并开心地和抽大奖的朋友们合影留念 人生 他不是没有不舍 他不过是想要真牺牲钱的每一分钟 陶约明说 人生实难 死如之河 意思说 人生很艰难 死亡又算什么呢 能直面生死的人 是一种大无畏 只有真正地明白生活的真谛 心里有爱的人 才能真正直面生死 也更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我在 勇气和爱就一直在 会用尽全力去面对生活 前一段时间 网上有这样一段视频 在华山战道上 游客们急着安全绳 沿着狭窄的战道行走 此时 一名白衣男子走在途中 突然解开了自己的安全绳 纵身一跃 跳下了山崖 在这过程中 男子的表现毫无征兆 只是看了眼旁人 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 就告别了这个世界 我们无从知晓 在这名男子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知道跳下去就是 万丈深渊 却那么镇静地松开了手 这种漠不作声的崩溃 旁人看着都好心疼 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死 我们也无法揣测 别人的生活里 到底有着什么苦和难 谁的生活都不容易 杨将说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 人生一世 实在是够苦的 人生食苦 更要好好地活 难过了 你可以哭 你可以脆弱 不要让自己的不良的情绪 疯涨成一种病 如果没有别人的拥抱 请抱一抱自己 好吗 坚强是一种源自于内心的巨大力量 你不需要伪装 只有对生命真正的热爱 才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暴击 发自内心深处的力量 才能让我们熬过冰雪 迎来生命的春天 你可以什么都没有 不能没有勇气和爱 生活里 总有些人能享受最好的 也能承受最坏的 无论生活里遭遇什么 依然能站在岁月的锋芒里 骄傲地活着 譬如说郑念 郑念 原名郑念源 他出生名门 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 和北平燕京大学 还在天津读书时 他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 成为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 家世优越 容貌出众 学识丰富 已是人人称险 后来又有了 振爱的丈夫和可爱的女儿 上天似乎真的眷顾她 可命运的风暴突然袭来 猝不及防地将她打入深渊 1957年 郑念的丈夫因病去世 1966年 郑念被关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开始了一场近七年的监狱之灾 在监狱中 郑念受到无数次的审讯和拷打 逼迫她承认自己是间谍 然而郑念却始终不曾妥协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本心 没有承认任何的罪名 也没有揭发任何一个人 监狱里的环境非常恶劣 到处是蜘蛛网 尘埃污垢 呛人的霉味 然而恶劣的环境 并没有让她变得敷衍和随便 她依然努力认真的生活 像骨瓷一样 美在骨子里 她借来破旧的扫帚 扶掉蜘蛛网 将囚事打扫得干净亮堂 她把布满尘埃的窗玻璃擦了又擦 这样阳光就能照射入室了 她用范例当浆糊 把手指贴在银床的墙面上 使被褥不被弄脏 她还用寄来的针线 将两条毛巾缝成马桶垫 即使生活在阴沟里 她依然仰望星空 为了强迫正念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看守的人对她适用各种刑罚 甚至将她双手反扭在背后 直到手铐深深欠进肉里 不断流出浓血 但即使忍受着钻心的痛苦 每次方便后 正念都要拉上衣服的拉链 她不愿意删布着 不管生活多么艰难 她似乎永远充满活下去的勇气 1973年 正念最终无罪释放 但却被告知 她的女儿已经自杀了一世 这一次 她真的承受不来 但悲痛过后 她不相信女儿会自杀 于是暗自调查女儿自杀的真相 她用最理性的方法 揭露女儿冤死的真相 最终 她的罪名被平反 女儿的冤案也得到了昭雪 经历了太多的苦和难 她最终选择了离开 远赴美国 她写的《上海生死节》 在英美出版后引起轰动 并一板再板 她坎坷的一生 多少次濒临绝望 是什么让她 能一步步走下去 是勇气和爱 让她拼尽全力去面对 去争取 去追求想要的幸福 生活艰难吗 南宋词人心气疾瓷 贺心郎用钱运在赴 叹人生 不如一事 时长八九 生活 是一张巨大的网 个人卑微 万事难得如意 生命里有春夏的绚蓝 自然也有秋冬的孤寂 人生的悲苦喜乐 正如四季 交替变换 有风有雨是常态 风雨坚沉 才是你该有的心态和状态 只要活着一天 并好好爱一天 只要活着一天 再难 也要攥足勇气 让嘴角 扬起好看的弧度 直面人生的一切 薄柳之姿 望秋而落 松柏之志 金霜有宝 愿你我 不管生活 多么颠沛流离 都不要失了勇气和爱 拼尽全力 去寻找自己想要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